先聊一下是今天的比賽裡面的狀況 就發揮的大家都看得出來 就我就是這邊 還是像往常一樣就是比較緊繃 然後15天多在 可能對方蠻有衝勁的 但是給人威脅的人沒有實際上那麼大 但自己把他想得太可怕 然後自己在出手的時候就變得比較保守 不要微微縮縮 所以打起來就沒有 沒有去跟他們做抗盒 沒有做抗盒的時候自己 會越打越心虛 那對方氣勢越好的時候失誤就會越來越多 所以我覺得主要今天對自己的表現還是蠻滿意的吧 就是希望很多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但自己一直沒有把它在場上解決 所以覺得蠻失誤的 怎樣你有想過最後YOU這麼多的突然 每天都想得差不多了 只是我覺得我一直都有做好心理準備了嘛 就畢竟原本就設定在這邊 然後OPEN台北公開賽我也沒有拿過冠軍 所以我也沒有設定做回頭到哪裡 只是希望說可以在台北公開賽把自己做到最好 然後展現給你看看 然後還是很感謝麒麟願意讓我這麼搭配 然後我覺得不管結果如何都 我們都盡力在廠商去求勝 這才是我們運動員該表現的特殊 想要請問說台灣內戰 那就是其實你們的對手也算是100億網 激烈的 那對手的整體評價你們有什麼看法 是 對誰 黃文夫 就是我覺得就非常有衝擊性 然後他們的平球跟侵略性做得很好 所以可能我自己這邊會比較大的壓力 然後就是在第二局可能一個球打得不順暢的時候 然後就會自己壓力有壓力 所以他們算是蠻有衝擊性的一個組合 我覺得他們也是老超配嘛 那麒麟之後也會遇到 那我覺得不管 可能因為現在配我們兩個比較大家看得到 所以他壓力比較大 那我覺得之後可能配香鐵可能會打得更好一點 還是感謝吧 我覺得今天好大聲 還是感謝吧 就感謝所有到場加油的朋友們 然後跟家人 我覺得搭檔身邊所有人 不管是好的壞的 然後在球場上的所有事情 我覺得都給我很多吧 那也許這些事情 怎麼了怎麼了 這些事情都會讓我 應該都會讓我成為更好的人 然後我很感謝高球給我的全部 然後我也希望說把所有吸收到的 未來可以傳承可以扣盡 其實你要不要談一下 和李洋在過年最後的場賽事 就打得爛啊 就是真的就打得很糟糕啊 所以我也覺得我對自己沒有什麼好說 還是感謝他在場上的包容 但今天就是我自己打得非常不理想 對 應該是我幫他講一下 我覺得他現在心情不太好 我幫他稍微講一下 就是 其實麒麟一直都是很照顧朋友的 然後當然在搭檔這部分也是 他希望說可以在台北公開賽 給我一個圓滿的結局嗎 那我覺得也不論如何 他可能給自己壓力太大 那在這方面的壓力 可能 抱歉是我給你的 沒有沒有 對所以我覺得 就他其實是給自己壓力太大 所以讓他現在咬線比較 艱辛一點 那很高興我們不管怎麼樣 我們就是可以在場上 就是溝通 然後努力去挑戰每一個球 其實我想問一下 就畢竟這台是你們 主任的整合一場 你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對大長說一下 我之後私下來跟他講好了 我現在 還在對自己的表現很奧達 對 談一下 現在什麼感想 因為可能會有一點 很多心情吧 怎麼樣 就很可惜 在台北公開賽 沒有再繼續往前走一步 然後就 其實還是很謝謝麒麟 願意跟我搭配 我覺得 不管怎麼樣 我們也是盡力在球場上 打每一個球 麒麟你呢 現在有什麼感想 覺得 對自己表現很不滿意吧 就覺得 很多球應該可以再更放開一點 但自己還是 因為緊張所以可能 失誤還是挺多 所以很多機會球 變成自己打的防守防球 反正 不是對方把自己打的 是自己都 還沒打的就先說了 所以很多都是自己失誤 那麼李楊你這部分呢 你覺得在哪裡 可能 應該做得比較好一點嗎 還是 我覺得還是發見發吧 我覺得今天發見發 比較可惜 有些球 其實 就是 包含最後幾顆 也是領先 後來可能發見發 有點被限制倒 然後掉分掉分 我覺得這點上 滿可惜的 對 今天也是跟自己 隊友打嘛 所以可能也有一點難度 就是說 他們也知道你們的 球路啊 所以你們在戰略方面 有沒有說要換一點 還是 自己還是要幹大一點吧 就是 有點 打得太防守防腳了 所以很多球其實 對方可能沒有給的太大的威脅 但自己可能在出手比較急躁 或是比較想要打保守一點 就 變成失誤比較多 對 所以還是要自己心態 還是要去做改變 OK 李楊就是 很多月前已經說了 就是這邊算是你最後一場 那麼現在 真的就是最後一場 就是結束了 辛苦大當了 陪我走這麼久了 對 這樣有遺憾 你才有動力往前衝嘛 對不對 所以你還會一直支持他 當然 繼續 在背後支持嘛 就不如在家裡 會不會 我請你們 你不停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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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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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在那裡 不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